记者刘晓新彰化报道 新衙崛起 绿营新生代刺客军团报道 连八年齐生都来了 还要从基层的明代选起 八年三班的周平 是彰化县立委黄秀芳的助理 民国八十三年出生 今年才二十三岁 准备争取民进党提名参选彰化市民代表选举 目前在彰化市街头已经可以参选的宣传看板 周平表示 他在念文化大学市政纪环境规划系的时候 就曾经去当台北市议员助理 大四就到黄秀芳服务处打工 他在服务处看到社会各阶层 觉得要帮助更弱势的人就要有能力 希望投入基层服务 可以有能力帮助别人 除了周平代表新生代参选外 陆港政公所专员王立文 则是民国七十五年出生 今年三十一岁 一婚的他育有两个小孩 王立文有意投入陆港政代表选举 争取民进党提名 也获得夫家与婆家的大力支持 七年五班的王立文说 他大学念的是冯甲国茂 曾经当过业务 几年前因缘际会到陆港站 长黄占燕服务处当医工助理 后来才进入陆港站公所服务 让他接触到许多兵员户 可能是现行法令无法照顾到的人 但可以透过民间资源来给予协助 这也是让他想为基层服务的初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